女强人性情大变 短短几个月把自己搞得家破人亡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云陈轩银 2018年 这个小云呢 在郑东新区入职了家公司 老板姓郑 副董呢 是郑董的老婆 叫倩倩姐 两个人都四十多岁 这个郑董呢 负责公司大方向 倩倩姐呢 负责市场 夫妻而人配合默契 整个公司氛围特别好 那小云建了公司之后呢 就在倩倩姐的市场部 跟雷哥 阿辉一起配合倩姐姐开拓市场 说起这个倩姐啊 不但人长得好看 出手也特别大方 加班的时候 从来都是各种奶茶水果外卖供应的 但凡贪成业务 必请大家吃饭 平时公司里呢 谁碰到点事 这个倩姐呢 也是能帮的从不推脱 就这么过了有半年多啊 那个小云就发现 倩倩姐突然间变了 不止小云啊 公司里上下下都发现了 曾经大气温婉的倩姐啊 突然变得尖酸刻薄 一会儿指这个骂 一会儿指那个骂 动不动的就罚款扣工资 那有次啊 一位女同事走路不小心碰到她 这个倩姐呢 是立马就要开掉她 郑董见妆呢 就拉着倩姐姐去办公室啊 应该是劝她不要那么苛刻 结果没多久 搁着办公室的门 全公司都听见 两个人吵起来了 那郑董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人 倩姐呢 也曾说过 郑董对她有多好 结婚二十多年 两个人没有吵不架 没有红过脸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吵起来了 最后呢 是倩姐摔门而出 郑董带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满脸无奈 后面呢有一天啊 这个倩姐呢 去老客户那签合同 结果啊 居然谈崩了 本来呢 两家公司一直是长期合作的 反点啊 让利啊 人情都维护的特别好 那怎么就崩了呢 组里的雷哥啊 就给对方的负责人打电话 谁知道对方直接挂了 雷哥和小慧呢 只能是亲自上门拜访 才了解到情况 原来啊 是倩姐姐把家哥翻了一倍不说 还不让人看合同 还好呢 对面的负责人比较认真啊 你一定要审合同 结果呢 倩姐姐不乐意的 只说对方的鼻子是一顿乱骂 雷哥跟小慧呢 就给人道歉嘛 但对方也说了 必须让倩姐姐给个说法 后来这个事呢 就凉了 那这个事过去没多久 倩姐姐呢 又把上游的供应商给得罪了 眼看着公司一步一步陷入危机 郑董呢 就认为倩姐是更年期到了 尝试和倩姐心灵气和的谈 但是没说两句 都是要黄 那阿辉呢 就窜到小云该找下家了 可是还没等阿辉找到下家 公司被查 郑总被抓了 说啊 是倩姐姐举报郑总 涉嫌违法犯罪 都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呢 是肮脏的 不过小云他们呢 也不清楚到底这个郑总啊 犯了什么事 只不过是没想到 居然是倩姐举报的 那总之呢 这个公司是停业整顿了三个月 郑总的家里人呢 找了不少关系 再把它捞出来 那阿辉呢 也在这段时间离职了 那小云当时呢 还想再看看啊 就没有离开公司 可谁能想到 这个郑总刚出来没多久 他的儿子小郑 跟一帮胡蜂狗友 半夜里飙车 出了车祸 人当场就没了 那倩姐呢 是彻底崩溃了 大骂郑总无能 纵容小郑 导致悲剧发生 死活呢 要和郑总离婚 两家老人是各种劝 没有 离婚之后啊 倩姐姐大兵来一场 几乎只剩下半条命 好好的一个公司 就这么凋零了 那由于发不下薪水 也看不到希望 小云呢 也不得不离开 直到2019年年底 啊 高超来了 在某商场呢 这个小云就遇见了 前同事阿辉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小云从阿辉那儿 听到一个大瓜 说自从小云离职之后 雷哥一人扛起了所有 带着两个新人 慢慢的把业务又做了起来 那倩姐呢 大兵一场之后 每天都以泪洗面 说回想起以前的日子 恍如梦中一般 自己怎么会那么不可理喻 做出那么离谱的事 那雷哥和两个新员工呢 就轮流安慰 开解倩姐姐 说都过去了 人呢 要往前看 咱们这个倩姐呢 是逐渐放下过往 重新出山 做市场 之后 雷哥又公开对倩姐姐 表达了爱慕之心 这个倩姐呢 是大吃一惊啊 实在想不到 雷哥呢 居然会对她有这种感情 毕竟呢 倩姐比雷哥大了12岁 还离异丧子 而雷哥不仅人长得帅 还年富力强 大有可为 那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呢 是各种推举拉扯 最终倩姐呢 是架不住雷哥的真诚和痴心 在一次酒后 倒在了雷哥怀里 倩姐呢 重新焕发第二春啊 甚至打算过了年 2月14号结婚 那公司起死回生 倩姐呢 也好了起来 雷哥抱得美人归 小云呢 也为他们高兴啊 还打算说 结婚的时候呢 去祝贺 然而 阿慧听了之后 却嗤之以鼻 低声说 其实倩姐性情大变 就是因为雷哥 那听了阿慧的话 这个小云是大吃一惊 连忙追问 这阿慧呢 才说出一段 不为人知的经历 之前啊 还在老公司的时候 有一次呢 雷哥把一份资料 带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呢 他去外地谈业务 要两天才能回 而阿慧呢 又比较着急 用那份资料 雷哥就告诉了阿慧 他家的密码 让阿慧去他家拿 本来拿完资料 阿慧是要走的 却听见啊 旁边的柜子里 有动静 他以为是雷哥养的猫 就打算弄开看看 结果呢 柜子是锁着的 阿慧心想了 锁着就算了 谁知道就瞥见 沙发的角落 有一串钥匙 他就鬼使神拆的试了试 那柜子居然打开了 里边 是一个黑曲曲的鬼娃娃像 还供着牛奶 肉和粽子 娃娃的左边 是一只仓鼠 在笼子里乱动 右边居然是倩倩姐的照片 照片的背面啊 写着倩姐的生成八字和名字 还沾了两根长头发 那阿慧看到这个雷哥供的奇怪神像呢 虽然说感觉比较意外 但是并没有往心里去啊 只是感觉雷哥有些不简单 好 那锁上柜子之后呢 钥匙放回到原处 他就走了 可是后来啊 随着倩姐的性情大变 他就不由的想起雷哥家里供奉的东西 那当时呢 这个阿慧就怀疑 是雷哥在捣鬼 总之呢 他是怕了雷哥 就找机会离开了公司嘛 离开公司之后 那阿慧呢 就打算去贵州前东南雷公山旅游 做攻略的时候啊 就翻看到雷公山相关的资料 看到了一句 历史上封建迷信横行 流行养酿鬼 传说被酿鬼附身者 专为家里招灾引火 解放后 政府取缔封建迷信 不许再流传养酿鬼的习俗和文化 那就因为这句话呢 这个阿慧就联想到了倩倩姐 跟他太像了 于是呢 阿慧去雷公山旅游的时候呢 就特意的找了当地的老人 打听酿鬼的事 那其中有一种养酿鬼的方法 跟雷哥供奉的方式啊 那居然是一模一样 听阿慧说到这儿 这个小云的脑子就嗡了一下 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 那有一次呢 他们开会的时候 这个小云就看到雷哥的手机来电话了 来电显示啊 那个IP嘛 就是前东南 雷哥接电话呢 问对方是谁 随即啊 就笑着称呼 对方为舅舅 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 想到这儿啊 这个小云是背脊发凉 头皮发麻 整个脑子嗡嗡的 以郑总和千年姐的感情啊 雷哥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于是另辟蹊径 先把千年姐搞得心情大变 给家里给公司啊 招灾引火 搞得家破人亡 他在收回脏东西 以救世主的身份 扛起千年姐支离破碎的人生 协议再造之恩 迫使千年姐以身相许 那想通之后呢 这个小云是真正后怕 可是事已至此 那还能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说你告诉千年姐了 没评没据的 对吧 好了那这个事呢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去年也就是二三年 有老同事回到公司的 小云呢就从他们的嘴里听说 雷哥突发急症走了 具体的细节没有人知道啊 那小云呢也是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急症 能让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很注意养生的青壮年突然走了 整件事呢没有鬼怪 但处处透露着鬼怪 也许呢这就是反事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